好, 轉緊張 好 怎麼樣? 大陸先生 大陸先生 這盤牙堂是我老朋友家族的產品 你調拍得好一點嗎? 當然, 有盤你看的 不錯, 一部相機 一部相機就是這部 很特別 大陸先生, 小心… 不要…大陸先生 大陸先生 是不是股東嗎? 大陸先生, 你真是識貨 這部股東相機是經歷過中途島戰役 越戰阿富汗 還在波斯灣戰爭的時候 沉過大海再打撈上來 這麼巧, 我今晚有個飯局 出席的人都必須帶一件懷舊的東西 去展示我本來打算展示我 那一千多萬的股東標 現在有你這部相機, 我多說話了 大陸先生 你一定要借給我一晚 不是你的相機, 我… 你放心, 明天我會完好無缺的 還給你 你也想更多人知道他那些壞事 不是… 大灘一定會成功 大灘… 大灘, 小心, 別把我的照片 我寶寶 我寶寶 弟弟, 你再說什麼… 我媽已經沒有了 爸爸, 你隨便他吧 我叔叔那部寶貝的古董相機 借給大龍先生 兩個星期了, 大龍先生還沒還 阿威, 他這麼有錢 他沒理由會借你不還, 是不是 我怕那部相機 好像大陳的聚寶盤一樣 讓他一借帽子回頭 阿威, 這個不是欣欣的 什麼事? 原來威龍秘密網裡 還有一個有借沒有還牌行榜 大龍先生是連續十年的榜首 第二位是龍力士 第三位是蛇手 那個琴弟士說是白天鵝? 為何頭那幾位都是龍家的人 原來龍家的人就是這樣 忙什麼?我是領姐波桶的 還給你 是, 波桶… 弟弟, 既然相機卷你這麼重要 為什麼你不得口得會問他拿回來? 那個?你以為我沒有追他嗎? 我借給他, 我以後已經馬上追他了 大龍先生 大龍先生, 昨晚我借了那部相機給你 是不是全都拿了? 比起你的相機 他們那些所謂古董真的濕濕了 既然幫你拿完威樂 是不是可以還飯給我呢? 幸好你提一提我 待會兒拿給你 我不是介意他沒有世仇 但是我介意他之後居然沒了一件事 大龍先生, 早安 什麼事? 沒有, 我記得你很喜歡喝貓斯咖啡 所以我就買一杯給你喝一下 保持我 大龍先生, 你記得我借了那部古董相機給你嗎? 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可以還給我呢? 又忘記了, 放心吧 沒機器, 我就放在辦公室的櫃裡 待會就… 陸卓士, 斗地主?現在? 馬上到, 開定手燈 就是這樣, 他又沒了一件事 我又吃了一杯百多元的包屎咖啡 對了, 終於我決定不再跟他客氣了 開門 麻煩你 你沒說嗎? 是呀, 我怕見不到你 你什麼意思? 大龍先生, 你赤了那部古董相機 你說還人沒有賊金 究竟你什麼時候還才行? 是呀 你什麼態度? 你這樣跟我說話? 你放我會把你逃走嗎? 這一拍, 電梯就停了一小時 這一小時沒人出過一句聲 是呀 那你肯定不敢再追大龍先生拿回 叔公, 石頭… 石頭, 石頭 不要這樣, 石頭 叔公, 石頭 我肯定一件事就是 叔公再這樣下去 他還沒屈死你這些植物 都已經死了 大龍先生, 還沒辦法 那你們是否真的想幫那個熊人? 你有辦法? 沒有了… 叔叔, 上次我借了你的相機 今天沒記性忘了還 現在就還給你 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多少還 沒反應 快職 叔公, 是 我之前借了你的相機 之後我忘了還一部相機 不給你嘛 是呀 我不好, 誰都知道 相機對你來說是多麼重要 簡直猶如命根 沒了相機 你會乘不安, 睡不下 有時連柯市也不安不出 我現在就還一部相機給你了 安仔, 不用了 最重要是有遮有環 你會當我, 叔公 撞到他就聽到了吧 他是文龍 沒辦法 再幫我行天 安仔 你這樣做事不行 做人最重要是有遮有環 龍士仁 大龍先生 你這麼沒記性以後就不要借東西給人 你們也是的, 借東西不還 你們洪家真的沒有家教 我沒有相機, 倒過水 你也是 不如去拿麵皮吧 大龍先生, 相機呀 對呀, 相機呀 對了… 明天我就要上機飛過普通商談生意 差點忘記了 Icy, 記得替我確認機位 知道 安仔, 謝謝你提醒我 我先走了 稍後我拿一份早餐給你 再見, 龍先生 龍先生, 別上機, 給我一部相機 你怎麼搜到我呢? 幼稚潤, 上二十四小時 騙著你 很煩, 解掉它了 糟了, 忘記了鑰匙 算了, 坐一會兒 不知道今晚睡覺的安排是 你們就一起睡吧 好, 終於讓我等到你一晚了